张家大使把戒律这个概念 关输给我 用的方法非常善巧 他知道跟我讲我不会接受 接受也是阳风英伟 老人知道的太清楚了 怎么传授呢 我们是每个星期见一次面 一两个小时 多半是两个小时 我离开的时候 他会送我到门口 在门口会跟我说一句话 戒律很重要 就这一句 每一次离开都跟我说这话 我总听了几十遍 二叔印象深刻 他老人家走了 给他单独做一个活化炉 他不是跟别人追求 单独给他做个活化炉 干注和服主持 这个仪式 我们大概有二十多个人 大了两三个帐篷 在活化炉旁边住了七天七夜 我因为有工作 只能请三天假 我在帐篷里住了三天三夜 认真去回忆 这三年 大四教了我写什么 那这一提起 头一句 就是戒律很重要 为什么他要跟我讲 每一次都跟我讲 难道真重要吗 就非常认真去思维这种事情 两个星期我明白了 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 不能用世间法去看佛法 因为佛法是初世间法 是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世间法界 世间法 我原先把它看作世间法一样 认为是世界普通生活规范 世间三代的礼都有新歌 换句说 夏商周的礼 都经过修订 还是用的留到 不是用的重新在地 现在国家宪法 你看过个三五年 不是条文很多 不适合的 就要修心 那么佛家的戒律 几千年没人敢修 一个字也不敢动 什么原因 它是初世间法 你照这个法就是 你能够超越六道 超越世法界 你要把它修变动的时候 你就出不了六道 出不了世法界了 我想通这一点 这是自己认真翻新 两个多星期想通了 明白了 戒律 一个字都不能更多 我承认了 这才找戒律的书来看 以前根本不敢 我才感激张家大使 用这种善调方面 真要苦心 让我认识戒律 让我肯定戒律 不再轻视戒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